二千年后,萧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施来者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建灵侯,为幻者 孟石军家族讲完了,建灵侯,第二个为幻 代北边人,大灵人也 幻以汽车为郎,什么叫汽车为郎 即是,其实到清朝还有这些,一个人 駕駛马车,站在那个,当然这些是 两个车的马车,站在马车上面,鞭一只马,大家 比较快,马车在跑,还跳下车, 又跳上来,这样叫做汽车,有些像马器班, 到清朝还有这些比赛, 士文帝是跟文帝,公赤千为中郎将, 结果就升为中郎将,唇锦无他, 他人很忠厚,謹唇,没有其他东西,孝锦为太子时, 孝锦为太子时,孝锦为太子时, 照上左右喝, 找文帝左右的人一起喝酒,二幻清病不幸, 二幻就说我不舒服,就不肯去跟太子喝酒, 文帝扯崩時,文帝就死时, 熟孝锦虐和景帝说, 玩长者善如智,玩是一个忠厚的人,你对他好些, 及文帝崩, 遇到文帝死了,景帝立, 虽然不肯去玩, 年纪都没有肯去玩, 是罵,未曾罵过, 玩日耳謹力,而 玩日耳謹力,而玩日耳勤力, 这么小心去盡力, 景帝幸上临,有一日景帝去上临, 照中郎将参成,他是中郎将,照他参成, 即是上了景帝的车, 幻而问若, 这是一个享受, 回来归程时,问他,君知所以得参成,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给你面子参成呢? 幻若, 神从居时,我是驾车的人,行得以功, 连次为中郎将,陆续升为中郎将, 不自知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今天这么给面子, 上问若, 吾违太子时召君, 当时我做太子, 曾经叫你一起喝酒, 君不肯来,何也, 为什么你不肯来呢? 对若,死罪一定病,我其实是病, 其实他觉得皇帝的近臣是不应该和太子来往, 但他也不肯说自己这样的角度, 这个人是这样的, 上次之劍, 上次把劍给他, 幻若, 先帝刺神劍, 樊陆, 先帝刺六把劍给我, 劍不敢奉照, 你现在皇上又刺给我, 我觉得真的太多了, 我不需要那么多劍, 上约, 劍, 劍是什么呢? 他说, 人之所思义, 送给人很容易, 你拿劍有没有转送给人, 独自金虎, 是不是六把劍都在, 幻若, 巨在全部都在, 上使六劍, 使取六劍, 上就叫他拿了六把劍来看, 劍上乘, 劍好像新的一样, 未嘗伏也, 根本他不敢用这六把劍, 没有佩戴過这六把劍, 狼冠有遣, 常蒙其罪, 他属下的狼冠就是中狼将, 获得遣责的时候, 他常常替他们顶罪, 不与他将争争, 不会跟其他将领爭, 有功, 有功奴的时候, 常让他将, 将功奴让给人, 尚以为廉, 尚觉得这个人非常廉杰, 忠实无他常, 很忠实, 是不会有任何心思的, 但是拜幻, 将他拜了做河奸王太傅, 去了河奸王太傅, 吳楚反, 吳楚七国反, 照幻为将, 用了幻做其中一个将领, 将河奸兵, 激吳楚有功, 这个时候拜为宗位, 三岁, 其实给了机会他立功, 以军功, 出去打仗一定有军功, 孝景前六年中, 封允为建灵侯, 这个时候就封了他做建灵侯, 其命年, 上废太子, 这个孝景帝初初, 立了律妃的儿子, 做太子, 不是汉武帝, 后来就废了太子, 这个律卿, 就是律妃的哥哥弟弟的亲戚, 将那些人朱律卿之属, 将太子外家的人杀, 尚以为幻长者, 但是他其实跟他有关系, 跟太子有关系, 因为他是太子, 跟太子有关系, 因为他是一个人后的人, 不想杀他, 不忍乃自幻告归, 准许他退休, 致使, 自都, 派自都, 自暴律士, 他觉得叫幻去做这些事情, 他会不忍心, 于是就特意叫他退休, 然后派一个狠心的人去追踪这些, 原本太子的亲属, 就叫了集都, 自暴律士, 既已上立交东王, 到了后来, 抓了所有人,就立了交东王做太子, 交东王就是后来的武帝, 召幻,召他回来, 拜为太子太父, 拜为太父,跟这个汉武帝, 久之, 签为御史大夫, 升做御史大夫, 五岁, 代陶侯社为丞相, 做到丞相, 朝周氏如职所奏, 他每次都是尽他的职, 每次都是守住自己的职位, 做自己职位的事情, 然至初官已至丞相, 但是他由初初做官做到丞相, 终无可言, 是没有一件事是值得说的, 其实是, 天子以为唇厚, 天子觉得这个人的性格很厚, 很忠厚, 可尚少主可以帮助少主, 尊重之, 对他很好, 想自甚多, 想很多事情给他, 为丞相三岁, 做了三年丞相, 警帝崩, 武帝立, 武帝立, 建元宗, 到了建元年宗, 丞相以警帝疾时, 警帝病的时候, 注官囚, 多助不孤者, 那时候抓那些囚犯, 抓那些犯人, 其实有很多无辜的人, 警帝病的时候, 警帝没有看着, 就抓了很多无辜的人去坐牢, 而军不任职, 而魏幻竟然是没有尽职去看着这些事情, 免知, 于是被炒鱿鱼, 其后幻卒, 幻就死了, 以子信代, 他的儿子是信, 不是代承相, 是代侯, 助奏金失侯, 结果就失了侯长, 好,这节到这里完,